女人独自在家 正在浴室洗澡 此时的她还不知道 危险已悄然降临 这时门口传来敲门声 她赶紧穿上睡衣 误以为丈夫回家 迫不及待地跑下楼 打开门却是一张陌生的面孔 男人自称她是警察 巡逻时发现路边停着一辆车 车门开着车里却没有人 这附近只有一家人亮着灯 于是便想敲门了解一下情况 小美出门一看 丈夫的车赫然停在门口 可是车里却没有人 她不由地开始担心起来 便会有人来支援 谈话间阿华的手机响了 原来是老婆发来的信息 她借用电话给老婆回播过去 刚开始阿华 还能轻声细语地讲着电话 没过一回 她情绪突然变得激动起来 不停地对着电话那头发着脾气 在旁的小美被吓了一跳 挂掉电话的阿华手 一直在颤抖着 冷静下来后的阿华 拿着钱包里妻子的照片 对小美说 妻子很是温柔贤惠 偶尔也会因为工作问题 和她吵架 正当小美想要回应的时候 门铃响了 小美打开门却被吓了一跳 门口的男人穿着白色雨衣 手中举着一把刀 还没等她开口 阿华便上前一把将她扑倒在地 两三下便将男人给制服了 此时小美也认出了 男人是附近的流浪汉 她刚刚路过的时候 看着门口的白色雨衣和尖刀 想要问小美还要不要 不要她就收走了 原来这一切也都只是一场恶 阿华闲恶地将人赶走 随后两人便再次回到屋内 等了好久 还是没有丈夫的消息 为了避免独处的尴尬 小美提议要为阿华煮面 没想到当她出来的时候 客厅里却空无一人 见状小美只好上楼准备休息 这时电视上突播了一条新闻 一名女子在家被人残忍杀害 而凶手便是其患有精神病的丈夫 屏幕上的凶手 正是今晚自称是警察的阿华 小美顿时即被发疗 连忙冲到厕所里有吐 回头发现爱宠已经被人杀死了 意识到不对劲的她想要打电话报警 却发现电话线都被剪断了 她害怕歹徒去而复复 连忙将屋内所有的门都上了锁 还没松口气 转身便和阿华撞了个马 小美只好强装镇定 把人引到了客厅 好巧不巧 电视上正在轮播着刚才的新闻 小美害怕阿华被激怒 假装没认出眼前的男人便是凶手 若无其事地关掉电视 没想到阿华还是被刺激到了 她一步一步贴近小美 告诉她是因为妻子出轨 自己才会生气动手杀了她 恍惚间阿华的精神开始错乱 将小美当成了自己的妻子 把她绑在桌子上 举着要扬言要杀了她 女人双手被绑 双脚固定在桌上 她下惨了不断求饶 可男人无动于衷 控制住她的头 试图将不明药片倒进她的嘴里 逼迫她咽下去 小美不停地挣扎着 可是无济于事 好在这时时钟开始暴食 弹出来的机械鸟直接将药丸 全都打翻在地 被激怒的阿华拿着刀 对着时钟一顿乱卡 小美立即吐出嘴里的药丸 试图想要正开绳子 却无意扫到旁边桌子上的杀虫剂 趁阿华发泄完蹲下去捡药时 小美拼命要够到杀虫剂 随后便对准阿华一喷 趁着她在地上痛苦地打鬼之时 用嘴咬开手上的绳子 当她要离开的时候 却被阿华抓住了一脚 慌乱中小美只好扯下衣服 匆忙地朝楼上跑去 不料却被阿华抓住脚踝 失足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就被阿华抓住一只腿往楼下拖 混乱中她一脚踢开阿华 起身朝旁边的书房跑去 正要关门的时候 阿华却追了上来 她死死掐住小美的脖子 男女间力量的悬殊 让小美无法反抗 而她也没有丝毫还手的能力 窒息敢让小美奋力挣扎着 推掌间柜子上的雕塑掉了下来 直接把阿华给砸阴了 缓过神的小美连忙打开门锁 跑到屋外大声呼救 之后突然一只手搭了上来 原来是附近的巡警 听到她的呼喊声赶过来 小美连忙告诉巡警家里发生的情况 得知找到了被通缉的杀人犯时 巡警便马不停蹄和小美来到她家 她小心翼翼拿着手电筒罩着 可房间里却一个人都没有 只剩下一扇被打开的窗户 巡警判断阿伟跳窗逃跑 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 惊魂未定的小美 只好看着巡警远去的背影 偏头又看见了窗帘下的脾血 顿时打了一击零 小美环顾四周 小心地从袋子里抽出棒球棍 对着窗帘不停地挥打 很快她便发现了不对劲 怎么会一点声音都没有 她上前掀开窗帘一看 里面却空无一人 此时背后一阵发亮 小美意识到阿伟此时就站在自己身后 她握紧手中的棒球棍 看准时机转身 却被阿伟一把掐住脖子 想找我吗 男人捏开女人的嘴 不停地往里道黑色药丸 女人被枪住 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她伸手摸向旁边的棒球棍 却被阿伟一脚踢开 挣扎中她摸到掉落在一旁的电击枪 直接把阿伟给电晕了 小美立即起身朝屋外跑去 不料踩到药瓶 脚一滑跌倒在阿伟跟前 阿伟顺势抓住了她的头发 小美立即拿着电击枪往她身上盾 阿伟被电到躺在地上无法动弹 小美立即朝屋外跑去 举着电击枪 一不小心把回来的巡警电到在地 手中的枪也飞了出去 小美连忙询问巡警情况 回头发现 阿伟正打算去拿地上的枪 见状小美扑了过来 拿着电击枪朝她身上对去 不料这时电击枪却突然没电了 阿伟一掌伤开小美 随后便从窗户逃了出去 巡警紧随其后 没过多久 屋外便传来一声枪声 小美被吓得一击灵 走近一看 巡警从树林中跑了出来 见状小美松了一口气 但还没走几步的巡警开始吐息 随后便倒地不起 小美想要上前查看情况 突然阿伟一手举着刀 一手拿着枪出现在她面前 小美连忙朝楼上跑去 在阿伟追上来的时候关上了门 随后便慌不择路地从窗户跳了出去 好在并无大碍 阿伟紧随其后 无奈之下 小美只好跳进泳池里躲了起来 阿伟举着刀在泳池边徘徊 不久便朝着身后的山林跑去 水下的小美以为阿伟离开了 没想到下一秒水中便出现了一个竹竿 阿伟拿着竹竿不停地在泳池里翻转着 几番搜寻也没发现小美的身影 于是便转身离开 这时小美才浮出水面大口的喘着气 还没缓过来 便瞧见阿伟举着刀朝她跑来 小美连忙朝屋内跑去 看着地上的报纸心生一击 她先是在楼梯上留下自己的脚印 伪造自己上楼的痕迹 随后用报纸裹住脚 下楼躲进衣柜里 看着阿伟朝着脚印 一步一步朝楼上走去 还没松口气 衣柜里丈夫的尸体便朝她身上倒去 为了不引起阿伟的注意 小美只好将丈夫推到一边 心中的悲伤难以言喻 此时一只会飞的蟑螂出现了 小美不小心叫出了声 听见声响的阿伟一步一步靠近衣柜 柜子里的蟑螂不停的 在小美周围徘徊 还没等阿伟打开衣柜 小美便被蟑螂吓得破门而出 门外的阿伟也被撞到在地 小美举着雕塑不停朝她身上砸去 这时阿伟拿起手中的刀子朝小美刺去 不料却泼了个空 她立马起身追了出去 两人开始了新一轮的你追我感 此时小美突然想起 院子里亮衣绳上的钢丝 她将阿伟往绳子的位置移去 随即一个低头 刹不住脚的阿伟 就这样领了盒饭 影片就此结束